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其说在读取脑电波 不如说是在看脑电波 即使人的身体已经死亡 但是脑内的微小电流在刺激海马体的时候 仍然会有电波形态对应记忆中的事物和动作 这就和人在做梦的道理一样 但是Echo的脑波读取装置有效距离非常近 所以它必须非常靠近叶银1的头部 我听不懂你说的这些 但如果只是读取脑电波 为什么它要把舌头伸进小医的嘴里 Nina 读取装置的有效范围是三米 Echo那么做应该是基于个人兴趣 我们只想知道真相 过程不必那么在意 我说这里有钢管之类的东西吗 砖头也可以 木木 你给我冷静点 冷静 你看看她的手放在小医的什么地方 那里连我都没碰过啊 那里没什么好碰的 臭 喂 哦 她在 Nina 找你的 是外勤三队 外勤部 喂 我是Nina Nina 我们刚刚封锁了海城市万航洞的附近 就在十五分钟前 这里突然出现了十三个巨大的填坑 什么 十三个天坑 十三天坑 那不是 你知道什么吗 万航渡路的十三天坑 那应该是死灵的第一个副本 说具体点 我听小医说过 万航渡路这地方虽然是市中心 但是它在很多年前 是一个叫曹家渡的渡口 它的地表下面有一条暗河 这条暗河在万航渡路到五定路 一共有十三个弯口 由于水流的转弯处 是积压阴气最重的地方 所以当年在填暗河的时候 这个路口被埋下了十三个大缸 用来镇住阴气 小医在开发死灵的时候 很喜欢这个传说 所以就用它来制作了游戏的第一个副本 十三鬼 怎么才能攻略这个十三鬼 三小时内用银气封住天坑 如果超过三小时会怎样 不知道 小医没告诉我 听到了吗 立刻封住洞口 记住 实现是三小时 别出错 知道了 拜托 拜托你快一点 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时间了 叶音一 我来了 这是哪里 我这是 这里是你的世界 用物质界的解释也可以称为是你的精神世界 你好 我叫Echo 是你的朋友 Echo 我应该不认识你 而且这个精神世界 叶音一先生 我很想对你完整地解释之前发生的一切 但很可惜 我希望把这个愉快的话题暂且延后 因为我过去的想知道关于死灵的一切 还有一切事情的真相 我说他们两个已经很久没动过了 他们在交谈 哈 Echo通过植入装置 正在用脑电波和叶音一 在另一个维度交谈 什么维度维度的 学历搞很牛啊 我只知道 如果最后这个Echo没能救小姨 我一定会让你们马上了解清明节的起源 对不起两位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说 木木小姐 刚才的十三天坑事件 你说这是游戏的第一个副本 那这个副本的开启条件是什么呢 副本开启条件 你的意思是 十三鬼副本 只要玩家经过新手村 有基本等级就会开启 多少等级 我记得小姨说过 这个副本是为了让玩家熟练游戏的系统而建立的 所以对玩家等级要求很低 LV3就可以了吧 那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有人正式开始了游戏 并且 已经在游戏里升级到LV3了 你 你那么凶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可不怕你啊 你再说我要还手了 Lina 我早就说过 你的交流方式一直都是个大问题呢 语言是种工具 它不是用来发泄情绪的 还有 你的性感也是种工具 好好记住 开始记录接下来 Echo所有的动作和身体反应 包括声带的最微小振动 绝对不能遗漏 已经开始记录工作 Echo 快告诉我你得到的情报 这个叫死灵的游戏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来了 你这种语气和态度 真的让我很讨厌啊 你要知道 是你在请求我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 我们又不是在谈恋爱 我 Echo先生 求求你 求求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小语还有救吗 不 现在是整个世界 分秒必争的时候 你和叶音音的私人问题 世界世界的 开口闭口都是世界啊 人类啊 这些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 比起世界 小语这是最重要的 그렇 嗯 慕慕 慕慕 你还真是叶音音的好女友啊 啊 艾寇先生 你一定要 求求你一定要救救小姨啊 我懂了 叶音音 我全都懂了 死灵 木暮 圣诞节 还有其他的一切 我都懂了 你真的好厉害啊 厉害得我都不舍得你就这么去死 妮娜 立刻去办两件事情 你说 立刻去越南的中海基因实验室 把SKY和高树博士带来这里 还有 去叶音音的家里 把它贴在墙上的所有图片全都带过来 记住 你们只有六小时时间 如果过了这六小时 不但叶音音会死 这个世界也必然会回归太虚创世 是连音音的词 尖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